《非洲人》 《非洲人》 當時應該有很多間的 其實我們當時結婚的時候 市場上每個人都說自己做婚禮 之前去過幾間 上去之後坐下來聊 其實很多時候 做服務的話 你要他做什麼他都做到 我們那時候完全沒有概念 剛剛開始計劃婚禮 但你好像已經說 你會告訴我們 原來婚禮是可以這樣做的 在什麼時候 應該做什麼 因為我太太很努力 一定要做直播音樂 但我就 不太懂 她都說直播音樂 和播碟 都不分別 可能播碟 還沒有瑕疵 你一定不會錯 但那次 我們來之後 她覺得 原來 她的生活音樂 真的差很遠 我們沒有想 你自己提出那段片 你怎麼可以加一個 drum roll 去游那段片 而帶回到現場 那個氣氛 這些事情 我們沒有要求 但是你是自動自覺 說不如我幫你這樣做 我還記得 之後 結婚後 很多人問我 你是否那個 結婚計劃 根本不是那一回事 但反而你 就變成結婚的結婚計劃 如果這樣看 其實價錢就很划算 對不對 我的概念就是 我覺得 我應該 別人補了這個價錢 是一定有原因 是 所以一定要先聽 才去做一個決定 現在這個趨勢是 別人有一個candy corner 我又要有一個 別人有一對樂隊 我覺得我都要有一個 但是就不會理 到底 那樣東西 對你的結婚的重要性 是有多麼大 唱首歌給他們聽 這個idea 如果我只能播CD去唱 完全沒有可能 那個感覺 就是對著這麼多人唱歌 你自己一個人站在台上 好老實講 我相信我應該 整個程度會更加震 就是有一對人在你後面 我感覺到他們有很多位 是就著我 綁著我 就是已經是扶著你去行程 去唱歌 就變成你越唱越累 越有信心有敵 你的connection within那個industry 是很好 那天到我們結婚那天 是 你一日到 是個個你都認識 全部是 就是你在這裏是 定很多 就是 很多時候 如果他的聲音是很 就是 不是特別出眾的話 那些人就吃飯 當是背景音樂 但是不是 那一晚是 就是你想一下 是會很聽到 其實你都說 那些人會走去上去找你 不是背景音樂 那麼簡單 我會覺得是 其中一個 element 一個結婚的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元素 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 我的心靠 在你 我會覺得 尼火 我會覺得 你 我會覺得 你 你 我會覺得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